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Wayne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苹果刚刚发布的无线蓝牙降噪耳机 AirPods Pro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开箱 包装还是原来的包装 依旧是苹果熟悉的味道 固定在这个盒子里面还是非常紧的 这个就是苹果最新的无线蓝牙降噪耳机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第二代的包装 这个是第一代 最左边是第一代的包装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两代的包装是几乎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第三代的包装稍微厚一点 大小也是差不多的 大小是一样的 好吧 那我们现在来优雅的拆一下 所有苹果产品 这个拆盒子的这个阻力都是一样的 非常顺滑 首先那就是这个依旧还是看看有没有sticker 依旧还是一套说明书 这个我们永远都不会去看它对不对 还是放回去 OK 然后这个就是耳机的本体了 我们把它打开 这个膜比上一代的要厚实一点 这个是第二代 这个我手中的就是全新的 AirPods Pro 这个是第二代的AirPods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从这个细膏变成了一个矮胖 OK 我们打开这个盒子 但是这次这个耳机的放入跟抽出的这个感觉 跟上一代是不一样的 之前的这个耳机有个磁吸的这种感觉 感觉更爽一点 这一代新一代的 并没有那种很盛畅的能力 真的很像那个豌豆射手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跟上代比的话 这个耳机的这个饼缩短了 很明显缩短 重量的话我感觉新的更重一丢丢 OK 这个包装里还附赠了一根 USB-C to lightening的这根线 这根线 如果单买的话也非常贵的 没有充电头 另外还有两副备用的耳塞 OK 就这些东西 硅胶的耳塞应该是直接拔就可以取下的 是用力掰就可以把它掰下来 还是非常牢固的 那我要吐槽一下这个BOSE 这个上面的耳塞 我已经掉了无数幅了 那我现在带上来试一下 贴合度非常好 我现在来甩一甩看能不能把它甩掉 完全甩不掉 完全甩不掉 甩得我的脑袋都炸了 OK 我现在准备把它连到手机上 来试听一段时间 然后告诉大家我的想法 在过去的一天 我大部分时间都带着它 包括出门坐地铁 挤公交 逛街 在吵闹的人群中穿梭奔跑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首先讲一下佩戴舒适度 由于AirPods Pro是入耳式的耳机 所以即使Apple这一次在上一代的基础上 研究了更多的耳洞模型 但还是要承认佩戴舒适度上 是不如上一代的AirPods 这个是入耳式耳机的结构决定的 但平心而论 AirPods Pro的佩戴体验已经是非常舒适的 虽然无法达到五感 但是在入耳式耳机当中 不管是横着笔还是竖着笔 比如跟公认的舒适度比较好的 威士顿的4R W4R相比 以及跟Bose的QC30比起来 这两副耳机都是公认的入耳里边 佩戴舒适度非常好的耳机 我个人感受是AirPods Pro 比他们都要舒服 QC30是因为它有鲨鱼鳍的结构 这个是硅胶的鲨鱼鳍 以及前面的硅胶套的结构非常合理 所以它戴在耳朵上是非常舒适的 也是非常牢固的 所以它是属于入耳式降噪入耳式耳机当中佩戴 我个人觉得是最好的一款耳机 单说它的耳塞的舒适度 我觉得应该是超越AirPods Pro的 但是它的问题是 它不是单体式的蓝牙降噪耳机 它有这样的一个项圈 还有绳子牵着 所以它整体的方便便携程度 也是不如AirPods Pro方便 既然说到QC30这副耳机 我就要吐槽一下这副耳机 它的降噪效果虽然非常棒 但是它的做工实在太烂了 我这副耳机使用了两三个月以后 它的电源键都就已经不灵了 然后前面这个项圈是开胶 几乎都脱落了 这个质量实在太差了 但不得不承认它的佩戴舒适度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降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 这一次的AirPods Pro它的重量控制得非常好 集成度非常高 如此小的体积内集成了多个麦克风 以及扬声器 很多的元器件做的这么小 真的是一个奇迹 我相信也只有苹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虽然整体的重量比上一代重了那么一丢丢 但是这个饼短了 然后整体的重心上移了 再加上这个独特的耳机结构 整体佩戴的牢固度提高了 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掉 我带着它跑步摇头甚至跳跃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不排斥入耳式耳机的话 我相信这款耳机的佩戴应该不成问题 经过一整天的佩戴 我也没有觉得我的耳朵有任何的不适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主动式降噪耳机都会有的一点点的晕 我相信这应该是主动式降噪的原理决定的 而且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降噪呢是这次AirPods Pro的主要卖点 那我不得不说 它的降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 不管你是在地铁是在公交或者是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 不管何时何地 只要你打开降噪模式 瞬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一样 整个世界就突然安静了 苹果总是能够把技术应用到极致 然后让人忘记它的存在 那我对比了业界公认的几副降噪效果最好的耳机 比如说Bose的30 35以及700 不得不说AirPods Pro的降噪效果是绝对不输给他们的 虽然它不能像700那样调节降噪的级别 但是AirPods Pro能够主动适应外界自动的调整降噪 而且它的降噪并不闷降噪带来的不适也比较低 对于有些人提出的开启降噪以后听不到环境音的问题 苹果也给出了三个模式降噪透明和关闭 降噪技术的细节我在这边就不多做解释了 这里我想说的是大家有可能会忽视关闭这个模式 其实这个模式也是非常有用的设计 在关闭模式下 它就是一副普通的入耳式耳机的效果 其实对环境的噪音也是有一定的阻隔作用的 并且我推荐大家在安静的环境 以及环境噪音不大的情况下使用这个模式 因为在这个模式下主动降噪的功能是关闭的 也就是说它不会发射反向的声波 它对音质的影响也是最小的 理论上来说这个模式也应该是音质最好的一个模式 很多人在长时间佩戴降噪耳机以后会有不适的情况 在这个模式下应该是最舒服的一个模式了 透明模式其实就是弯豆射手的外部的麦克风 把环境音在里边放出来 可以让你在需要听到环境音的时候不错过有用的信息 比如在坐地铁或者是等飞机的时候 有了这个模式在超市结账或者是需要跟别人说一两句话的时候 就不必要把音乐关掉摘下耳机 还有一点我是想特别提的是当你在仅使用一个耳塞的时候 它是无法开启降噪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设计 解决了我的一个痛点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 其实我平时除了听音乐 大部分时间都只带一个耳塞 这样既可以方便随时的接听电话 也不影响我跟别人交流 虽然AirPods现在有了透明模式 但是你如果两个耳朵都塞着耳塞 跟别人讲事情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也很不礼貌 我之前在使用别的降噪耳机 比如说QC30的时候 它是不能识别到单个耳机的 所以它的降噪功能是始终开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一个耳朵 带着降噪耳机时候的感觉 其实这个感觉是非常不好的 耳朵会很不舒服 降噪耳机根本就没有办法单个使用 现在AirPods Pro可以自动识别 单个耳机的使用状态 自动关闭降噪 这一点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实用了 我还有一个发现觉得非常的神奇 就是Bose的不管是3035或者是700 它的左右耳朵一直是一个降噪等级 我今天偶然发现 我试着将带着AirPods Pro的一个耳朵 靠近噪音比较大的声音的地方 而另一个耳朵就保持在噪音比较小的地方 我发现两个耳朵居然还是均衡的 不会一边的噪音大一点 一边的噪音小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这点真的是很神奇 应该是每一只耳机都具备了单独的降噪级别的调整 它会按照外界的噪音自动调整它的降噪级别 我想这个应该目前也只有AirPods Pro可以做到 OK讲完降噪 当然就要来说说它的音质了 虽然说蓝牙降噪再来谈音质 那就是开了脑放了 但我相信啊技术就像时间的玫瑰 它总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的 说不定哪一天就绽放了呢 那AirPods Pro的音质相较于上一代来说 是一耳朵就能区分出来的 得益于全新的长形成的振膜单元 可以说它的音质相对于上一代是各方面都有提升 声音明显没有之前那么散 特别是音频的密度以及低音的亮感提升非常明显 那我打开耳机是先用蔡阿姨的打鼓来测的 那我这里插一句 我测耳机一开声 首先第一首歌肯定是蔡阿姨的渡口 那肯定很多人会说都9012年了 怎么还会有人用这首歌来测耳塞 这个太不专业了吧 那这确实是我从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了 那习惯是很难改的 对不对 那说回AirPods Pro的这个蔡阿姨打鼓的这个听感 跟第二代相比呢有天壤之别 古典的打击力度以及低频的弹性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个跟Bose耳机的低频量感是不同的 Bose的低音非常沉 但是非常浑 连续的低音会有嗡嗡嗡的轰脑的感觉 但AirPods Pro的低音是非常清晰的 有弹性不拖塌 速度呢也比较快 来的强烈 收的呢也比较果断 那然后呢 嗯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我接着还用它听了一些人声和流行乐 那总体来说人声的效果相较于上一代来说 会稍微温暖一点点 然后稍微有点点靠前 在声场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 人声稍微厚实了那么一点点 但并没有发烧塞子的开阔和轻松 那简单的现代钢琴曲啊 氛围音乐啊 那应付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从调音上来说 应该是7000赫兹以上的部分降的比较多一点 浑响的空气感欠缺 不太符合现在泛流行音乐的时代感和调音的目标习惯 单独乐器的频响倒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如果编制稍微大一点 就会有一些乱 确实500到5000赫兹的调教细节是比较合理的 大体上比较平直 某些的频点用窄Q值的提升 来强调一下乐器的力度 但碰到一些细节多高频很的一些曲目呢 AirPods Pro是搞不定的 全是糊的不要难为它 那本来呢还想用手上的阿米罗 以及W4R跟它做一下音质的PK 那几首歌下来呢真的是想多了 毕竟还是那个苹果 整体的白开水的调音呢 虽然非常标准但是毫无性格 不要指望它可以秒天秒地 最多秒一个boss吧 秒一个boss30应该还是可以的 当然耳机呢是需要包的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呢 它的素质应该还会更高一点 这次音质的提升呢 我觉得是得益于它的降噪 以及它的结构设计 隔绝外界的噪音 玩过音响的同学应该知道 音响的效果绝对不是音箱本身素质决定的 其实听音环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初烧呢一般都会关注哪一款箱子怎么怎么样 但是老烧一起聊的更多的是 听音的环境的声学处理去怎么去做 而AirPods Pro这次的降噪以及隔音的设计 就相当于做好了听音环境的声学处理 大家试想一下哪怕是同一副耳机 那是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下听 跟你在一个吵杂的环境下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安静的情况下可以听到更多的细节 原本听不到的东西也会一一的展现出来 再加上它的声音单元有那么一丢丢的改善呢 它整体呈现出来的提升那就是非常明显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副耳机戴上以后 一开声降噪效果一起来 大家会觉得这个效果太好了 但是它距离发烧级别的耳塞来说 它差的还是非常远 还是那句话蓝牙降噪耳机再来弹音质的话 目前来说确实应该是开了脑放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还只是静静等待技术的发展 静待花开 再来说说听诊器效应吧 入耳式耳机不可避免的就是听诊器效应 虽然苹果通过特殊的设计 极大的降低了这个效应的影响 但就我的测试来看 这副耳机仍然不适合带着去跑步 你能够听到很明显的咚咚咚的脚步声 哪怕是穿着非常专业的跑步鞋 散步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跑步的声音真的是会传导到耳朵里 如果你对这个声音非常敏感的话 那二代的AirPods先不要扔 留着跑步呆吧 其他的器械或者说仰卧起坐之类的运动是不受原则的 对了我发现就算用手捂住 AirPods Pro也不会断线了 这个问题在一代二代四年时间都没有解决 现在终于可以带着AirPods Pro 在大冬天戴上帽子或者是耳罩 出门也不受影响 OK以上就是我对AirPods Pro的实用体验 如果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你就错了 接下来是彩蛋时间 内容绝对硬核 绝对实用 OK 那就是我要教大家如何清理 你们的AirPods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AirPods是非常脏的 打开盖子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高效快速的清理AirPods 我在讲这部分内容之前 我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千万不要长时间的戴耳塞 之前跟一个医生朋友聊天 他告诉我 佩戴耳塞对健康的影响非常不利 首先经常佩戴耳塞 特别是入耳式耳塞的耳道内细菌的滋生量 是不带耳塞耳道的七倍之多 由于耳塞使耳道里边非常闭塞 然后就会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 然后我们平时在使用耳塞的时候 不会经常的去清理耳塞 特别是硅胶的部分 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借别人的 或者借给别人取代 这样更容易造成交叉感染 其次长时间大音量的带着耳塞 听音乐的话会损伤听力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 却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不带耳塞 既然如此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保持 我们的耳塞的清洁卫生 并且尽量的减少佩戴的时间 因此 下面就厉害了 我教大家一招 如何快速的清洁我们的耳塞 我们要准备的就是 这个是蓝钉胶 到处都有卖的 大家应该都家里应该都有备 这个平时的话可以用来挂一些小的画框 那我是用它来清洁一些数码产品 以及键盘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我很推荐大家都 家里都备一些蓝钉胶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杀菌的湿精纸 这个也非常多牌子 到处都有卖的 我现在就操作给大家看 我已经拆开一个了 就是这样子的蓝钉胶 蓝钉胶是非常耐用的 我们把它拆开 取一点就够了 就取这么一小点 就这么一点 就OK了 首先当然是清洁 这个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的 这个一圈凹槽的部分 先把这个耳机取出来 然后用这个蓝钉胶 放在这个凹槽里边 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应该几下就可以清理干净了 按一下 然后把它打开 看到了吗 干不干净 我就按了两三下 已经非常干净了吧 那其实这个一圈呢 它击的是灰还好 最重点呢 是这个耳机 这个耳机 这个跟身体接触的部分 是非常油腻的 然后这个孔里边 有像这种网状结构里边 是藏了很多的不可描述的东西 这样按下去 多的脏东西 只要一两下 这个耳机的这个出声孔 就非常干净了 几乎就跟新的一样 那这边友情提醒一下 千万不要再看这个蓝钉胶 拉出来的东西 不然你会吐的 好吧 用这个方法很容易的把耳机 和这个盒子都可以清理干净 那得一段时间就这样操作一下 是不是非常方便 那我们平时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 就经常要用这个湿巾纸 去擦一下这个说入耳式耳机的这个耳塞部分 然后这种普通耳机的这个身体接触的部分 有空就擦一下 这样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耳朵里边感染的风险 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是不是觉得很干呢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喜欢这样的干货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B站的小伙伴记得素质三连一下 油管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并且点开旁边的那个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下次再见咯 拜拜